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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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种链接怎么加呢 我用这个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网站是用wordpress加be网站做的 下面已经有备案号了 因为如果不加备案号 百度推广是不能审核通过的 但是现在要在这个备案号上加个链接 加链接的方法每个主题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主题选项里面有一个页角 页角里面有一块叫版权所有 它是可以加备案号的 这个备案号呢是在这 一般就是个文字嘛 怎么加链接 直接粘贴这段代码 是将括号a开头 然后是一个-a标签结尾 我把这个备案号要粘贴替换 这个小鱼号到大鱼号之间的位置 这块是显示的文字 这个a标签href是链接 修改好之后保存更改 前台刷新 这样就好了 瞬间省了5000到1万块钱 那么这个代码如果不会写该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先打开我这个网站 鼠标放在这个备案号上 点右键点检查 也就是用浏览器的检查工具 看到这儿 然后用这个箭头 放在备案号的上面 会出现代码-a开头-a结束 那这段代码呢 点右键 选择复制 然后选择复制元素 复制element 然后再把这段代码粘贴到你的主题选项的页角里 我们粘贴一下看看 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这个多了 但是它这个多了点东西 多了一个rel 这也是对的 可以加这个 这样是为了不让网站的权众传导到外链去 也可以不要这个 这段代码也可以删掉 可以留这个纯粹的文字链接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